习本人对选举是极不自信的 习在党内也算是不多的被票选击败过的人 在1987年的时候 等额选举选举厦门市市长 他作为唯一的一个候选人落选了 因为当时厦门市规定得票率要超过50% 结果习近平竟然落选了 所以你在中共内部搞选举落选的 在全国你也找不了几个 而且后来在十五大的时候 习近平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到处第一名 因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就是按照选票来排名 你排名最后一个 大家都知道你的得票率最低 所以在我看习本人对选举有恐惧 真要是搞稍微认真一点的 哪怕是民主集中制的选举 他也没有信心 所以只能搞这种全票通过 意味着党内再无派别了 再也不允许通过选票 来体现党内的不同的声音了 在全世界过程中间 谁会有这样的全票当选呢 那就是朝鲜 而朝鲜这个国家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的